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来我直播间干什么 我不知道 我觉得 他们在说什么 那些发在粉丝曲 我也看到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故意做给我看的吗 还是实际就 实际就是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了 我只相信我自己 谁我都不相信了 我不相信任何人 我只相信我自己 我知道这个 一老板哥他那种 他那种什么人 什么聊天记录 那些发在群里 我不知道他们是故意 发给我看的吗 还是不知道他们真的 有吵架什么的 如果真的有吵架的话 可能是 可能是一老板 他想巴住我 但是 想抓好人 但是我 我不吃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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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们是真吵架 还是假吵架 不知道是做给我看的吗 还是 没有做 还有我希望 我希望直播间 一千七百人 马上两千人了 我希望粉丝家人们 也不要在网络上 说得飞飞扬扬 很多东西 我真的 首先 前面 前面 我是 想把 就是把这件事情 因为 粉丝家人们都觉得 二妹无力取闹 知道吧 所以我也想把这件事情 给大家讲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也不是二妹无力取闹 知道吧 有些粉丝呢 又觉得我怪 我不够珍惜二妹 我对二妹不好 所以导致才这样子 我觉得我二位 做人做事 我对得起自己 知道吧 我对二妹怎么样 我心里很清楚 所以我想证明 给大家看 对吧 想证明给大家看 但是呢 拍了两个视频 对吧 我找了他们 然后呢 粉丝们又说 我特意拍的 怎么怎么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所以我现在 这件事情 我真的不想 拿在网上来说 知道吧 因为 下面必须要打 那么几个字 才能通过 知道吧 我要发这个视频 我确实拍了 但是我要发这个视频 必须要打 那么几个字 才能通过 那我有必要去 打那几个字吗 我神经病啊 如果我是特意去拍的 或者我是 特意去拍的一些视频 你们觉得 我神经病吗 我去打那几个字 干什么 我打那几个字 是有原因的 知道吧 因为抖音平台 它不通过 知道吧 如果我正常这么拍 因为有点吵 有点吵架 有点小吵架 知道吧 所以抖音平台 它是不允许的 吵架的视频 它是要杀掉的 知道吧 不通通过不了的 所以我特意 打那么几个字 抖音平台 才能通过 所以我才把视频 发上去给大家看 我想证明是什么 我想证明是 我对二妹不畅 知道吧 有些事情 我也不希望 大家误会我 知道吧 因为有时候 粉丝们觉得 阿伟不够真心 对二妹不好 怎么的 我不希望这种 其实家里的事情 我也不想 不管我们 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都不想 拿在网上来说 因为网上人 嘴太多了 你哪怕是白的 他们都可以 跟你说是黑的 你哪怕是黑的 他们都可以跟你说是 白的 太牛了 真的太牛了 我不是针对 任何一个人 我是针对 这个不能理解 阿伟的做法的 这种人 来直播家 2400人 23000人 打一包正能量 那么这件事情呢 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简单的 跟大家说一下 说实话 就是说 不管二妹我们两个 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也不希望 拿在网上来说 所以这几天 我能不拿在网上来说 我都不拿在网上来说 但是不拿在网上来说 粉丝们又觉得 阿伟 又不敢直播了 什么的 我有什么不敢的吗 我的个天哪 你们不要这样娱乐 我真的 到时候我见到一个 取关一个 不是见到一个 拉黑一个 真的 说实话 我阿伟做的 做事对得起自己 就良心就可以了 但是走到今天 也不容易 但不是粉丝们 这么的盼道我 这么的 这么的 给我这种 非非牙牙牙 我坚说不了 我本来就很累了 知道吧 本来追见 我就很累了 但是你们又这样子 对阿伟 我真的心里很累 我也有时候 在粉丝区 我也看得到 一些东西的 你们在这里 说七 说八 说三 说四 什么样的人都有 知道吧 不了解 阿伟的人 还就觉得 怎么样了 对不对 来打一把 这人家来家 不了解 我的人 还真的 以为怎么 怎么了 知道吧 所以很多时候 我不是 我不是不想 我不是不敢 我是不想折腾了 知道吧 不想折腾了 很多事情 尽量避免的 我就避免 我不希望 拿在网上来说 在网上来说 没有一点好处 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什么 知道吧 反而还 跟你说多说戏的 知道吧 没吃饭了 一天没吃饭 你吃吧 我有 你吃 先吃 我有 我有 一天没吃饭 一天没吃饭 一天没睡好 全有关系过我吗 对吧 没有吗 说我吗 就 精神很好 知道吧 我是觉得 有些东西 我为什么要去 其实我很不想回复 大家这些问题 大家所谓我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为什么去回忆 这些问题 我觉得很烦 知道吧 我觉得很烦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回忆 知道吧 不回忆反而把我达成什么了 对不对 没事 加尔曼没事 对你们有啥 打在工品上 老板一天没吃饭 让他先吃点东西 好吧 你们打在工品上 他待会吃完 给大人说 先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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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话我真的不想说 真的 说实话 我希望不能 今天不要喂我的 就不要喂我 我真的不想说 好吧 可以吧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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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我想为特意去拍的我有必要打那几个字吗 我下面打那几个字大家没有看到吗 那是官方 不打那几个字通过不了 审存通过不了 视频直接发不了 优势有点吵架了 知道吧 所以我怕作品被官方删掉 所以我特意打了那几个字 但是发那些作品我不是证明什么 我只是让大家觉得我阿伟对二妹不唱 知道吧 我一路走来 我对她不唱 现在的问题 不是她离开我 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 知道吧 明白了吧 但我希望呢 以后 二妹我们两个能不能走到最后 我也希望大家就是 尊重任何一个人 没有必要去说什么 知道吧 然后呢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也已经找了帽子叔叔了 知道吧 我也已经找了帽子叔叔了 然后呢 帽子叔叔这边也联系了他们了 联系了那个 那个 就那天那个男孩子了 我不知道那个男孩子是不是他的 他的什么前 前什么男友 我也不确定 那天 戴着眼镜 我也 我也认不出来 但是我看是有点像的 有点像 我昨天 我昨天找了关心 你知道吧 我昨天 联系了帽子叔叔 知道吧 然后帽子叔叔跟我说 他们联系了那个男孩子 然后男孩子 今天下午也联系到了我 他说他来找我 他来找我 我说我在我公司 你直接来公司找我就可以了 知道吧 我给他弟子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来了 那他说怎么解决 就给我一个说法 对吧 事情都已经 事情都已经摆在眼前了 我希望呢 就是 大家 也 他也给我一个说法 对吧 怎么一个回事就OK了 事情没那么复杂 我不是以前的安慰了 我现在是要悲伤的人了 我知道怎么做人做事 知道吧 有些事情 我知道大家是为了我好 当心我 但是你们放心 我会把事情处理的明明白白 知道吧 一步我都不会让的 因为以前我让够了 知道吧 我以前相信二妹 对 他们说什么 我都相信 说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并不是说多么的喜欢二妹 我只是觉得我作为男人 既然二妹说 对吧 有了我的小习惯 那我作为男人 我觉得该站出来面对 该站出来这个 当他这个责任 知道吧 不用送礼物 不用送礼物 谢谢 昨天晚上我已经 报了帽子叔叔了 知道吧 联系了帽子叔叔了 帽子叔叔已经联系了他们了 然后那个男士 也今天下午联系了我 他说他来找我 说这个事情 他说给我一个说法 对吧 我说行 那你来吧 对吧 我先看他们怎么说 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给不了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阿伯也不是好欺负的 知道吧 因为我 所以我现在到这个点了 我还不走 我还在公司待着 就是一位 等那个男孩子来不来 知道吧 他要来 我就等他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等他 现在直播间三千二百人 马上四千人了 家里面你们说 我说的对不对 遇到未停 我们就解决未停 解决不了未停 那有些未停 永远都是未停 知道吧 今天晚上不管怎么样 我也希望他给我一个交代 我也希望给我们的粉丝家人们一个交代 对不对 这件事情我希望不是误会 好吧 然后呢 今天晚上愿意陪伴 陪伴着阿伟 等待着那个男孩子的 咱们全部扣音 我们一起等待 让他来给我们一个说法 好吧 是我的 少了一个词都不行 必须是我的 知道吧 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很惯弱的事情 我真的不想在网上说这个事情 但是大家不知道 已经都知道了 我不说 反而还觉得 家里面觉得我心里有鬼 知道吧 所以我就要拿来 本来我昨天我就说了 我说我不想在网上 回忆这个事情 不想在网上说这个事情了 因为很多粉丝 本来就看不起我 看不起我阿伟 再加上这个事情 就粉丝们更看不起我 所以我真的不想 拿在网上来说 但是这事情不知道 大家也都知道了 对吧 我不说 反而觉得粉丝们觉得 我心里有鬼 我不敢说 那大家都说嘛 一起说明白就行了嘛 好吧 我知道阿伟的粉丝们 很多都是扎在我这边的 就是希望我越来越好 知道吧 但是呢 我也觉得 不吃 吃不了 没有胃口 这一把 一个泡面都吃不完 你要多吃一点 你一天没吃饭 喝不下去 说实话这样 没有胃口吃饭 我还是那句话 在网络上也好 现实中也好 还是会很多人 在网络背后 指指点点 飞飞扬扬 我不大回事 相信我的 永远都会相信我 不相信我的 永远都不会相信我 所以我不需要 跟任何人解释什么 不需要跟任何人低头 珍重我的 我永远珍重他 不珍重我的 我还是那句话 知道不 这个事情 我知道很多人 都在嘲笑我 但没有办法 我没有想到 结果会是这个样子 如果早知道 结果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会拿 拿在网上 跟大家分析 这个事情 我以为大家 粉丝家们 会给我一些 更好的建议 没有想到 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不好的 这个结果 我不吃了 吃不下去 人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 谢谢 谢谢我的相看人生体健 很多时候 遇到事情 才会知道 哪些粉丝是对你珍惜的 哪些粉丝是对你不珍惜的 哪些人是来看你笑话的 哪些人是来珍惜支持你的 关键时刻才能看得到的 知道吧 平时你也不吃我的饭 我也不吃你的饭 说句好听的话 谁都会说 但是这二八截的 你会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有人才会 听你说话 有人才会 站在你的角度 知道吧 真心支持你 真心喜欢你的人 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们才会 站在你的背后 支持你 站在你的角度 去为你思考 知道吧 看你笑话的人 你一出士气 他们都已经靠别了 不会任何人站出来的 这是对人的一种考验 我无所谓 谢谢理解 谢谢理解 说了你吧